在家时期嘛 琪琪 我就说嘛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种高档社区啊 原来是在帮帮母啊 来 擦擦吧 谢谢 哎 没让你擦自己身上 我是让你给我擦鞋 没看到咖啡都见到鞋上了嘛 这双鞋可是真贫 不会了 你赔得起 这双鞋可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贵 要擦你自己擦的 时间 鞋戏这么差 怪不得没有男人要哦 哼 让您多虑了啊 我男朋友可是大老板 江石切 你从小作文写的就好 最会编 明天同学聚会啊 你最好把你那个来本男朋友带出来 给我们看看 可别怂了 我江石切这辈子就没有怂过 你怎么了 你说我上哪儿去找个人当我男朋友啊 那不就是吗 就你聪明 师傅 你多少钱一个小时啊 五八十一小时 我大专学历 我身高一八五 我还啥都能干 好 就你了我男朋友了 明天整帅点啊 我也赶紧要用函数红卖药补一补 最好师傅一下 明天上庄更不贴 走了老板 我跟你说 同学聚会这种场合 可千万不能输 戏场聊你吧 你为啥不找我爸当年男朋友啊 你爸是总裁 我哪儿过得起啊 我还是问你人呢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接力哭丧的活儿 他们给九十啊 我过不去了今天 哎哎哎哎 到底去哭了 什么玩意儿 江十七 来都来了 别走啊 大家快看看 这是我们办当年的学霸 江十七 现在啊 嫁给别人做保姆呢 当保姆怎么了 不都靠劳动挣钱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就会嘴硬 你不是说 有个老板男朋友吗 人呢 还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太忙了 来不了 不是没空吧 是根本没有男朋友吧 对了老公 你身边不是有个月薪三千的 拖头司机刚离婚吗 要不就介绍给十七吧 不用了 江十七有男朋友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不是 十七 你这男朋友 为了给你撑场面 花了大钱呢 不仅租了衣服 还租了个助理啊 人没有来 你说没有 这人来了 你又不信 你怎么那么难伺候 极了 你是心虚了吧 你这种档次 怎么配得上有钱男人 不像我 能找个有钱老公 我老公一个月炒股挣的 比你们这些臭打工的 一辈子挣的都多 那你老公买的是哪只股票啊 这么赚钱 威雄公司听说过了 我有内部消息 他马上就会被 立氏集团的收购 我炒它可是花了五百万呢 下个月 保证翻倍 再赚五百万 我们下半辈子 就剩一件事了 就是数钱 你们这些穷人 就羡慕去吧 我怎么听说 这公司股票要跌停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住了是吧 通知下去 微信公司不收购 收购他们的竞品公司 好的 演 你接着演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 立氏集团的总裁吧 你带着的 快看哪 这真的跌停了 不可能 江世七 你难不得真的是 立氏集团的总裁 立总 立总我错了 那种八万是我借的 我把他跌停了 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立总 那你们两个人 下半辈子 就慢慢还债 立总 你别 我们一起活路吧 欺负时期